随着中国女排联赛到了最后的关头 在经历了十分激烈的几场比赛之后 联赛四强名单已基本锁定 豪华外援上海拿下人才云集的山东 而江苏也同样强势的拿下广东 当然最让大家惊喜的还是天津女排 继续上演连胜 3比0拿下了老牌球队辽宁 在今年的比赛里创造了11连胜的好成绩 让不少球迷感慨 看天津打球太爽了 简直就是酣畅淋漓 天津女排不愧是国内第一 确实在今年联赛里虽然没有朱婷主力 但天津女排依旧凭着袁新月和瓦尔加斯 这两大外部力量 以及本土的汉将李盈莹 王源源等人不断的创造奇迹 但就在天津女排强势拿下辽宁 提前进入四强之后 有眼尖的球迷却发现一大问题 当场比赛 以上四位球员表现都很出彩 尤其是李盈莹砍下了最高的25分 瓦尔加斯紧随其后拿下18分 袁新月和王源源这两位复工 配合得当各自拿到10分 表现出彩 但没等球迷们开心多久 就有人分析了 瓦尔加斯和李盈莹的对比数据 这位才19岁的女排外员接应 从参加联赛到现在 仅仅靠着发球 就已经拿下了44分了 而排在第二的李盈莹 目前才是19分 两人对比差了一般都多 要知道发球直接得分十分难得 在球场上更是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有时候可以直接锁定胜局 瓦尔加斯的高精准率 也给球迷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的年轻球员 如李盈莹和力尧之流的 还是需要进步 最明显的就是东京赛场的王孟杰 发球简直是一言难尽 对比鲜明啊 尤其是李盈莹 作为新一代球员的代表 同样是零名后 和瓦尔加斯仅仅相差三岁不到 未来肯定会一同对决 想要取胜就要先提升自己的能力 随着世界排坛不断有新人涌现 势必也会出现更多出色人才 李盈莹要想像朱婷一样 在国际排坛站稳脚跟 瓦尔加斯只是第一步 联赛更是小舞台 希望妹妹可以在比赛中 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查漏补缺 一起进步 争取成为朱婷第二